最近两天,国内网络上还在争论苹果手机会不会远程引爆的问题 无论是猜测还是辟谣,都还停留在嘴炮阶段 那同一时间呢,欧盟反垄断部门却在下应手狠狠咬在苹果的要害上 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反垄断机构周四向苹果公司发出正式警告信 要求苹果公司必须向竞争对手开放其高度封闭的iPhone操作系统 否则最终将面临巨额罚款 欧盟开出的惩罚金额,最高可达苹果全球营收的10% 看到这个处罚比例的第一瞬间,我以为是某一个转载或翻译错误 经过多方查证,欧盟威胁的最高罚单确实是全球营收的10% 这一手确实太硬了 那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摩擦和科技摩擦加剧之后呢 我们也见过许多天价罚单 但仅仅只有美国啊,才会偶尔以一国之力 开出对方全球市场的罚单 按照惯例,一个国家或者区域联盟的反垄断调查 最终开出的罚单,就都是对方在其市场销售的某个比例 比如欧盟对一家公司的反垄断罚单 一般是对方在欧盟市场总营收的某个比例 或者总利润的某个比例 欧盟这次对苹果开出的却是全球营收的10% 过去我们见到的一些罚单 即便是针对全球市场 往往也是全球纯利的百分之几 一般公司的全球盈利能力并不强 那苹果呢,作为美国全球消费电子的高科技龙头 根据财报 苹果的盈利大约是全球营收的25% 所以如果欧盟的罚单是苹果全球利润的10% 那么占营收的比例也不过是2.5% 苹果作为全球高利润企 这不到3%的利润 在其他大市场收割狠一点 是能弥补回来的 所以欧盟的处罚 如果只是苹果全球利润的10% 苹果估计被咬一口也会忍下来 但是欧盟的最高处罚 是苹果全球营收的10% 那几乎是苹果全球利润的一半了 那欧盟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如果苹果继续保留系统 闭环垄断不开源 欧盟就要和苹果的全球利润兑半分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 欧盟反垄断部门过去几年 与苹果的交锋 就会发现 这不是欧盟第一次对苹果下狠手 而且过去每次下狠手 最后服软的都是苹果 过去几年 苹果手机最被果粉吹捧的独特优势 都被欧盟反垄断部门一一拆解 欧盟第一刀 充电接口强制改Type-C 在过去十几年 苹果在全球市场发布的 手机等电子产品 都使用独一无二的 Lightning充电接口 在中文网络上 也充斥着大量 苹果充电接口的 先进性与创新新闻稿 苹果就依靠 独一的充电接口与充电线 每年获利几十亿美元 那欧盟呢 在2022年 就强行规定 在欧盟销售的苹果所有产品 必须强制更换为Type-C接口 否则就要对苹果重罚 很快苹果就屈服了 再也不吹独特充电口的先进性 发布iPhone15的时候 就将充电接口改为Type-C了 欧盟第二刀 强制要求苹果降低苹果税 否则就要重罚 苹果系统对于应用商店的软件 根据规模大小 全球都收取30%或者15%的用金 这被称为苹果税 但这个用金比例 并不是全球统一的 不同市场比例 有高有低 被欧盟明确制裁后 当前全世界苹果税最低的是欧盟 其余市场都有一定的折扣比例 至今保持30%与15% 最高税率的只有中国市场 今年年初 苹果宣布 在欧盟将30%的苹果税 降到17% 这不是资本大发善心了 而是欧盟明确表态 不降低 就把你收的这部分罚掉 与其被罚 那苹果当然选择做好人 将这部分让利给用户 欧盟第三道 要求苹果允许第三方下载应用 那过去 苹果系统的闭环 禁止侧债 一直是苹果生态的核心护城河 如今欧盟就是用庞大的市场 要拆掉苹果的垄断护城河 从过往欧盟与苹果的交手记录来看 我预判苹果最多就是拖一两年时间 最终还是会服软 至少答应在欧盟内部发售系统开源的版本 那有许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苹果在欧盟的市场 全球独一无二 欧盟反垄断部门才敢于下死手呢 可是根据权威统计机构的数据 过去多年 苹果在中国的出货量都维持在5100万台以上 而在欧盟 每年的出货量都在3000至3400万之间 苹果在欧盟的每年出货量 只是中国市场的三分之二 但欧盟反垄断部门 依旧靠这样的市场容量 对苹果连续下应手 欧盟反垄断部门过去几年 对苹果与谷歌持续下应手 却从没有行政干预市场 违背市场经济的帽子扣过去 欧盟与苹果的多年交锋 用时间告诉我们真理 你应它就软了